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界限 唐小蕊失魂落魄地往家走 像一个被人操控的木偶 机械地摆动了身体 脑子里却在飞速想着 坐在王雨峰身旁的那个女人是谁 一个身影闪过唐小蕊的脑海 是她 没错 那双妩媚的双眼 看向男人时 尤其是看向王雨峰时 有着勾人魂魄的魅力 那个眼神就算变成灰 唐小蕊都记得 好几个月之前 王雨峰农村的亲戚 经常在镇上卖化肥农药 老板便组织一次旅游 亲戚因为有事去不了 把这个名额让给王雨峰 起初王雨峰想自己一个人去 不肯带唐小蕊 后来耐不住唐小蕊再三恳求 说又不是花自己的钱 多一个人少一个人 老板都没意见呢 于是王雨峰只有无奈地带着唐小蕊 和一起去旅游的村民 一行二十几人去了北京 在那些旅游的人中 有一个女人最为耀眼 她身材苗条 长相俊俏 怎么看都不像是农村女人 因为漂亮 唐小蕊也特意多打亮几眼那女孩 觉得她虽然美 却很虚柔 一路上那女孩特别能花钱 每到一处景点 都是一通买买买 花起钱来 眼皮都不眨一下 这样的女人 让唐小蕊不眠 有些羡慕嫉妒恨 想想她自己 每花每一分钱 都要算计又算计 她知道挣钱不容易 得省着花 或者说 她总是先紧着老公孩子身上花 可她现在想来 那个女孩就是王宇峰的情人 记得那一路上花的钱 从王宇峰斗里掏出来的 她当时说自己先垫着 之后大家一起算账 并且在旅游的路上 唐小蕊几次无意中看见过 王宇峰与那个女孩没来眼去 他们到北京的第二晚 王宇峰说身体不舒服 要去医院挂水 唐小蕊想陪她一起去 王宇峰说 让导游跟着去就行 结果两个小时后 唐小蕊却看见 王宇峰从女孩的房间走出来 问起她是 王宇峰说 是导游也在那个房间 她是去感谢导游的 这些拙劣的表演 傻子都看明白了 可惜唐小蕊 这个比傻子更吃傻的女人 对王宇峰的说辞 却总是信以为真 如今的唐小蕊 把过去的所有片段 都凭借在一起 终于存成了一个完整的 老公出轨大片 那次的北京旅游回来之后 王宇峰对唐小蕊态度就大变 对儿子也没有以往那样上心 王宇峰说她有一个朋友 在北京做项目 只要投入几万块本钱 就能挣回几十万 她要一夜暴富 再不做穷人 王宇峰不顾唐小蕊的苦苦阻拦 和一劝说 拿走了家里这些年 他们好不容易 积累了二十几万元 又去了北京 王宇峰去北京 一个星期就又回来了 说是回家发展下险 她听了几堂 成功人士的分享课 觉得这是一个 换天改命的机会 还别说 经过王宇峰这么一忽悠 她农村老家的亲朋好友 有好几个 跟着她去了北京 那个女孩也去了 半年的时间 王宇峰果然挣了好几万 钱到手以后 当时就学了陈世美 回家抛弃妻子来了 唐小蕊当然不肯离婚 自己又没有犯错 家里的钱都被王宇峰卷走了 这些年跟她吃苦受过累 凭什么要被她说抛弃就抛弃 于是不甘心被离婚的唐小蕊 有了开始火车站上那一幕 不过唐小蕊 终究没有拦住王宇峰 那男人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唐小蕊从车站回来 直接去了婆婆家 她手里还有最后一张牌 那就是婆婆 单纯的唐小蕊想 自己毕竟叫了老太太十几年的妈 于清于理 她儿子出轨 有错在先 婆婆应该会站在她这一边的 况且几年前 公公因病瘫痪在床 是唐小蕊不嫌脏不嫌累 尽心尽力照顾公公 直到她寿终正寝 入土为安为止 这一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婆婆她老人家 怎么也应该顾忌顾忌 她这个儿媳妇 当唐小蕊赶到婆婆家的时候 婆婆一个人正在包饺子 妈 你管管玉丰 她又去北京了 还说跟我离婚 我可怎么办呀 唐小蕊进门 忍不住痛哭起来 婆婆瞪了她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 装睡的人你叫不醒 要走的人你留不住 我看呀 我儿子跟你离婚就对了 你这一脸苦瓜相 一看就不带财 去去去 走远点 别在我眼前好丧 晦气 婆婆边说 边往旁边赶唐小蕊 一点情面都不讲 唐小蕊看着婆婆 也是翻脸就不认人 越发觉得心凉 果然有其母 必有其子 这一家人 心思真是狠毒啊 想想十六年前 王宇峰还是个小农民工 靠在工地打工 挣些微薄收入 而那个时候 唐小蕊的叔叔 是这个工地的包工头 唐小蕊父母死得早 由叔叔抚养多年 像亲生妇女一样 婴儿经常来工地 看望叔叔 后来 唐小蕊认识了王宇峰 跟相貌不错的她 谈起恋爱 两个人结婚时 叔叔陪送唐小蕊 一套九十多平的楼房 按照女儿的标准 把她疯疯光光地嫁了 自从王宇峰 跟唐小蕊结婚后 乌鸦变凤凰 由小工人 成了工地小管事 地位也跟着水长船高 在工人面前 她也能摇头晃脑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不过王宇峰 没嘚瑟的命 就在她打算 沾唐小蕊叔叔的光 想要做凤凰男 亦非冲天之时 一次意外 唐小蕊的叔叔去世了 随着叔叔的去世 王宇峰未来美好蓝图 也飘得无影无踪 这让她有些 承受不了这个落差 整天地混起日子 没有了叔叔这个靠山后 唐小蕊也只能靠自己 为了养家糊口 她在这个小城的服装店 租了个摊位 每天起早摊黑 挣些辛苦钱 尤其在进货时 唐小蕊更是辛苦 沈阳五爱街早上 四点就开始营业 她要坐两个小时的客车 赶往沈阳 这样下半夜 就要从家出来 唐小蕊接完货 舍不得工人背货 一个人背着八百斤重的衣服 从四楼一直到一楼 再到五爱市场南门找客车 一天下来 常常腰酸腿疼 辛苦不已 好在儿子听话懂事 让她多少尝到些家庭的幸福 而彼时的王雨峰 整天在大街上晃悠 家里的事她不上心 唐小蕊的辛苦 她更是熟熟无睹 后来 唐小蕊在这个小城 最终繁人的地段 租了一间小门面房 也卖女性服装 交给了整天 祸要的王雨峰打理 王雨峰这个人 天生着了一张 招风引蝶的脸 会哄女人欢心 门店没几个月的功夫 身边围了不少阴阴厌厌厌 唐小蕊白天出台位 卖服装 晚上去婆婆家 帮着照顾公公 对王雨峰 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潜意识里唐小蕊认为 王雨峰翻不出 自己这个手掌心 因为她认为 家里的楼是自己的 服装店是自己的 两人也有一个儿子 即便她王雨峰做事 不考虑唐小蕊的感受 总得考虑孩子吧 可事实证明了 唐小蕊的想法太简单 她忽略了一个男人 要是薄情起来 什么夫妻情分 亲子关系 一切都成了浮云 车站事件之后 又过了半年 当王雨峰再次出现 在唐小蕊面前的时候 她的身旁果然跟着 那个长得桃花眼的女孩 唐小蕊没有猜错 跟她们一起旅游的女孩 确实是王雨峰的情人 叫小娜 原来好美好打扮的小娜 早在几年前 跟王雨峰的店里买衣服时 就勾搭上她 也是她提倡王雨峰 一起去北京搞投资 如今已经身怀六甲的小娜 直接跟着王雨峰 回来逼宫 那天王雨峰 把自己妈也搬了出来 三个人一起对付唐小蕊 让她尽快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唐小蕊看着那三双 冷漠无情的眼睛 心都碎了 王雨峰还没说话 婆婆抢先说了 唐小蕊 失去点赶紧签了 我今天告诉你 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你叔叔有钱 我能让我儿子娶你 你照照镜子 看你那面相 眼睛下面有颗质 一看就是浮薄的人 所以我儿子娶你之后 就没想过浮 你爸爸 你叔叔 都是你克死的 你个丧门星 婆婆说完 上前扯过唐小蕊 拽着她的手 就想往纸上按 不用麻烦你了 这个婚我离 不过孩子归我 我创下的财产归我 孩子每个月的抚养费 一分都不能少 唐小蕊这半年来 也想清楚了 王雨峰这个男人 是不能要了 但是自己创下的江山 却不能丢 行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反正孩子 也快十八岁了 你同意离婚就行 王雨峰 急不可耐地 摆了摆手 如今她也有钱了 不在意家乡 这个家产 况且她现在眼里 只有她的小情人小娜 婚到底还是离了 唐小蕊看着他们 三个离去的背影 心如刀绞 自己这十几年的感情 真是为了狗 但事情到了这里 却并没有完全结束 离婚的三个月后 唐小蕊正在家里 扶导儿子写作业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是婆婆 在电话里 有气无力地说 小蕊 我 我两条腿不停使唤了 能过来 给我送去医院吗 雨峰不在身边 我只有求你了 我这个人面相不好 怕我过去 再给您客死 您还是找您 远在北京的儿子儿媳吧 唐小蕊冷冷地说 随后 啪嗒挂了电话 顺手拉黑了 婆婆和王雨峰的 联系方式 这家人真是可笑 以为她是神 可以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再后来 唐小蕊听说 婆婆得了脑穴栓 卧床不起了 她那个认定的儿媳妇 却从没管过她一天 不过最让人爽的 是王雨峰在北京的投资 被骗了 小娜那个小娇妻 又棒了一个金主 直接把王雨峰 甩出吉里路 报应有时会迟到 但却不会缺席 唐小蕊不厚道地笑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